现场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新的是这种非常淑女 然后知性时尚的一个品牌 朗斯利 朗斯利这个品牌呢 它是杭州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 而且的话它也是三标齐全的 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新的是它2020最新款的一个秋装 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它所有的一个款式 这一次呢 我们朗斯利的一个秋装的话 它的整体的一个色系 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新 然后亮丽 这一套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套装的一个针织衫 朗斯利的这个品牌呢 我们一上新的话 很多客户的话都有订 我们现在的话已经订出去好多份了 它这里主打的话就是这种多式女人 然后这种休闲时尚这种风格 这一款的话 它也是它的一个棉麻材质的一个衬衫式的一个外套 也可以做连衣裙也可以 它整体的这个色系呢 这一次呢都是非常清新的 还有它的一个西装的一个外套 都是非常职业女性的一个感觉 然后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个装饰 就是这种简单大方的一些款式 这一组呢 我们也是陈列的这种 然后一个衬衣 然后搭配的这种休闲扩板的一个扩腿裤 外面套一个这种初秋穿的一个针织的一个外套 非常保暖也非常亮丽的 这一次老司令呢 这个品牌呢 也照样是三标齐全的一个货品 性价比的话是非常高 小份的话也是200多件 它里面的这些衬衣可以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个衬衣做工质感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顺滑 而且这一次我们一整盘货的一个款式的话是非常的多 这一套的话也是这种粉色的一个西装外套 非常职业女白领的一个感觉 这一套的话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同色系的一个上下装的一个搭配 也是这种非常经典的一个条纹的 它有一个暗纹在这里 也是这种西装的一个款式 这边的话它还有它的一个同系列的一个款 这个呢也是配的这一种 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五五分的一个短裤 非常尬念 然后也非常时尚韩版的一个感觉 这边一个风衣外套 我们里面配的话是这一种扩板的一个牛仔外套的 牛仔裤的一个款式 就是非常休闲 也是非常百搭的一个款 它整体的呢 它的一个风衣外套啊 占比也是非常多 然后整体的版型的话也是非常宽松的 它的一个质感的话是非常舒适的 像这种风衣外套我们里面是配的这种衬衣 然后这种休闲阔腿裤的一个感觉 而且它的一个价格的话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这一套的话也是非常清新亮丽的一个风衣外套啊 它的一个风衣外套版型呢都是这种扩板 然后垂感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哈 这一组的话我们成成列的话是这种清新的一个绿色哈 整体的风格的话都是非常时尚 都是女人的一个感觉 这一组的话是这种皮衣外套 然后配的一个铜色系的一个皮衣短裙哈 这一组的话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撞色拼接的一个上下装的一个搭配 其实像这一种搭配的话 今年的话都是非常流行的哈 然后呢在你的店铺成列的话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所以说如果做实体的一些客户的话 可以参照一下我们的这个成列手法哈 整体的风格的话都是非常的舒适 而且它的一个衬衣的质感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哈 它的一个连衣裙呢都是这种针织系列的一个款式哈 它里面的这些衬衣啊我刚刚说了哈 它的衬衣质感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是一件可以搭非常多件的哈 浪斯利呢这个品牌哈应该有很多顾客之前都有做过他的一个品牌哈 因为我们的一个夏装呢还有之前包括我们的一个村装都是卖的非常火爆的哈 这一款的话也是这种皮衣的一个外套哈 我们下面配的是这种今天非常流行的那种沙裙的一个感觉 其实这种的话是非常好搭配的 配牛仔块都可以的 这个话我们也是做的一个同色系的一个搭配啊 他整体的这种风格的话都是比较这种素色啊 然后也是呃比较时时迈性很强的 他的一个鸵色的一个风衣的话都是呃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个单品内的就是我们女生的衣橱里面哈 他这种鸵色的风衣呢都是日常百搭的一个款式 他的一个吊牌架的话都很高哈 我刚刚没有给大家看 他一个吊牌架都很高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套这个正装一个西装的一个外套 他里面呢都是三标齐全的哈 这里面是衬衣的他的一个吊牌 吊牌都有的哈 三标齐全的 所以说也会针对我们呃一些实体店的一些客户的话 售卖起来的话也是非常顺利哈 因为他一个吊牌架也非常高啊 那这一款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同系列的一个款式 一个马甲的哈 这一款的话也是这种经典牛仔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连衣裙 这一套也是做一个上下装的一个西装外套的一个搭配哈 也是这种条纹的颜色的话都是这种大蓝色非常亮丽哈 他整体的这个颜色色系的话是非常让人非常舒适的一个感觉啊 而且他的一个质感的话都是这种纯绵面料为主的啊 来这一款这个针绵的话 一个衬衣的话 我们也是做的一个同系列镜面的一个搭配的话 是上身的话是非常寒板 然后也是非常有气质显优雅大方的哈 这一套我们暗纹的话搭配的又这种衬衣的话是比较复古也也比较经典的哈 这一款这个衬衣的话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颜色哈 然后配了一个领结 好了今天所有的款式呢都已经给大家过完了哈 小份的话是200多件有喜欢做这种风格的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销售经理分数不多哈 先款先得谢谢 谢谢大家